Hello 我是莉婷 那今天呢要拍的video 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从2015年到2017年 收到的所有 来自外国的postcard 就收在这个箱子里面 哎呀 掉下来了 就有其实挣了很多 就这么多 都是两年 从 很多个国家不一样的国家 有日本啊 韩国啊 俄西亚啊 德国啊 美国啊 那些寄来的postcard 然后同时间呢我也会 寄回 就回寄给人家马来西亚的postcard 那因为有两年没有看到 这么多postcard啦 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嗯 我现在也是 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去看postcard啦 所以 全部反应又是第一反应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postcard 它是 来自 嗯 它是来自德国的 Germany 然后这一个小孩子真的是 是超可爱 然后很有复古的风格 我很喜欢 还有 嗯 这一个postcard呢 就有一点点的特别 它是台湾的 形状的 来自台湾 而且只有8岁哦 这个小孩子只有8岁 8岁的小孩子写给我的台北市的postcard 嗯 真的是很可爱 然后 接下来呢 我有一封postcard 是我收到最满意的 先找一下 嗯 为什么我会收到最满意呢 因为我看到它的心思啊 它是一个外国的朋友 可是它是以中文来写信给我的 因为我 我说我会 我不懂中文 所以它就用中文来写 明信片给我 就是这封 它的信封很美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 其实它不是记明信片啦 它是记一个卡片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写 因为它写在这封信里面 它就说 你好 这是我第一次 嗯 写中文的明信片给外国朋友 就是我啦 然后 它的名字叫谢雷金 它是一个外国的朋友 然后 它的字体 是非常的整齐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好有心思哦 然后这里还有附上它的地址 就 如果我要回信的话 就可以回给它 呃 可是我没有回啦 嗯 接下来呢 让我来看看还有什么 比较美的明信片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有的就是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妈妈寄给我的 她把她的儿子的画的这个作品 印成明信片 然后 发给我 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呢 你或许觉得 看到 哎很奇怪 可是其实它后面呢 是有猫的图画的 这个人他真的是好喜欢猫 然后 接下来呢 有的是这个 这个明信片呢 它的纸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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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呢 是不一样的 和其他明信片 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 有的是这个 这个明信片呢 就有一种 比较古老的风格 是来自 Ruxia的明信片 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只能抽一些我觉得 嗯 比较有特色的介绍 跟大家一起分享啦 然后 这个呢 是来自日本东京的明信片 还有 这个呢 我很喜欢 因为里面的小姑娘很美丽哦 是来自 Netherland的明信片 然后 还有的是 我喜欢有写着中文的明信片 这是来自高雄 台湾高雄的朋友 接下来呢 哈哈 这一个 这张明信片很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它的Stamp 邮票够大 第一次看到那么大张的邮票 看 我的脸 那邮票 真的很大张 所以很特别 接下来呢 有的是这个 它很花心思去写Postcard 它这里有设计哦 然后这里也有连sticker 然后它的 它的邮票也很美丽 是花的形状的 接下来 噔噔噔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明信片缺一个角吗 因为它已经被人家撕掉邮票 简称撕票 但是我不小心把它掉在路中间 然后过后回去找的时候 它已经被撕票了 所以这张一定要收集起来 还有这个呢 是来自韩国的明信片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邮票 所以喜欢收集外国邮票的朋友们呢 其实是可以跟外国朋友一起交换明信片的 所以就你可以收集到不一样的国家的邮票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结束啦 拜拜 拜拜 拜拜